真正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谢谢你愿意和我拼桌 画面一开始 优拉翘起二郎腿 通过肢体语言 说明此时的她 极度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 开口就是感谢 快速拉近语言的距离 那些酒客居然都躲着我 这个仇我记下了 并表示我现在一个人 同时还很寂寞 微微轻小的脚尖 无疑是一种充满诱惑的暗示 真是的 就那么在意我的噱头吗 此时恰到好处的特写 说明旅行者微醺朦胧的双眼 一直盯着宝处 酒杯碰的落下 看似随意 其实是在提醒旅行者 但言语里却没有丝毫抱怨 就算我去复仇 也轮不到他们身上啊 反而再次强调 如今自己孤单一人 十分需要陪伴 画面一转 同样是史莱姆的特写 旅行者偷看被发现了 眉头为皱 好似有些生气 但略微羞红的脸颊 一接充满娇深的言语 桌上的氛围瞬间暧昧起来 嘴上说着痴痴眼睛 他手上的动作 去把酒杯从胸前挪开 意思是别再偷偷瞄了 姐姐光明正大地给你看 你也该去好好了解 些贵族礼仪了 对 直视了 他又没有完全指 没指吗 如指 最后一个喷嚏上演 648小尺之术 展现胶柔脆弱的一面 醉酒加生病 等于需要人照顾 等于让你送他回家 此刻攻守一行 看着猎物实则 已经露出狐狸的尾巴 墙之中带有一丝胶柔脏 胶柔力透露一点逞强 露出这样前后反差的陷阱 猎物一无逃脱的可能 等待他的就只有 前猫被炸干的命运